入口呢,软糯,芳香,非常黏,热感觉。 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做点事,玉米姜包,来。 用心做好菜,吃出健康来,看一下。 选这个棒子呢,各种各样的棒子,哪一种都行。 主要就吃这个玉米的鲜嫩,热嫩药,这个叫甜玉米棒。 玉米的屁边去掉这个位置啊,一看,切的不行,再切。 哎,这就可以了。 前面切一刀,这场叶子不要。 哎,这个都可以了啊。 用这个叶子呢,咱们做个粗,看好啊,这样。 搅成直径是多大的呢,是八公分就行。 好了,就这样。 看,把这玉米糊子啊,栽定。 用刀切啊,这样切。 这个,淀粉少,吃的不是那么黏啊,你要单独吃的。 它就像真相嘴果的,一直咔嚓咔嚓的。 加水,多加水,把那个生的漂起来。 米粒它都在一块这么黏的呢啊,你要是一搓就开了。 搓开。 看一下啊,飘起来的。 这就是合不上牙的那个硬皮子。 然后再往里加水,再搅。 上下搅一下,搅起两次就行啊。 好啊,滤净水啊,肯定吗?这样。 一回加的这些,现在多加。 我这小勺,满满一勺水是25克。 就加25克。 再拿一勺水 两勺就是一两 看啦 这浆就打起来了 再往里加 留下三分之一的整粒 这个呢 给咱们留个感觉啊 口感 还浇棉的吧 你吃着这个米粒 看着看着脆 哎呀 这口感太舒服呢 现在把大口的糊放进来 好 搁上一点水 蒜一蒜 加上白糖 一勺 25个啊 放上一两 糯米粉 咱们得加是这样啊 就是汤圆粉里的一种 全层 这里一共是放了八两 白糯米粉啊 这么叫的 看看 你这样啊 这么一团的 这么一个球 就可以 必须这样洗一下啊 然后卷成个卷 我先做这个球 看这个球有多大 这样就行 看看 非常简单啊 你直接蒸就行了 看 这样一样 麻烦 开成锅啊 上圆气 冒气 上面冒气了 开始 一时 六分钟 就可以 现在就好了啊 关掉火 打开一盘 看看 这一蒸还鼓起来点啊 色色金黄 肉口呢 软糯 香 突出的 玉米味啊 看一下 这个粘度 这一拉成 你就看到了啊 非常粘 这感觉 好了 肉口软糯软糯 非常好吃 今天咱们在 玉米姜巴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 下方留言 谢谢 各位观看